大家好,马上就要过年了 红枣年糕是我们北方过年餐桌上不可缺的一道美食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年糕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出锅不变形,不塌陷,软糯相连又劲的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300克的红枣,放入一个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一勺玉米面 再往里面加入少许的清水 然后用手抓起一下 红枣在晾晒和运输的过程中 难免会沾上一些细菌和灰尘 加入食盐有杀菌胶毒的作用 加入玉米面,有很好的吸附性 能更好地吸附出红枣褶皱里边的灰尘和杂质 抓起一遍之后再多倒一些清水 将红枣清洗干净 我们一定要多清洗净 一直把水洗得清澈为止 洗干净之后,给它控水捞出来 放入另一个大碗中 再往里面倒入刚烧开的开水 浸泡30分钟 一定要用开水 这样泡出的红枣没有苦涩味 然后在上面放一个盘子 防止红枣浮起来 先泡着备用 30分钟之后 我们的红枣也泡得差不多了 大家看一下 像这样圆鼓鼓的就行了 然后给它撩出来 放在一个篮子里控一下水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吸管 给它去掉枣盒 大家看一下 这样去枣盒非常的简单又快速 全部处理好之后 先放一旁备用 接着盆中准备600克的糯米粉 糯米粉和红枣的比例是2比1 然后用筷子从中间分开 分成两半 一半用刚烧开的开水烫面 边倒边搅拌 另一半用凉水和面 同样边倒边搅拌 然后再把两种面絮搅拌在一起 如果全部用开水烫面的话 非常的粘手 如果全部用凉水和面的话 容易散不好操作 像这样用拌它面 不粘也不散 特别的好操作 最后搅拌至用手抓起一把 算一下能爆成团就可以了 不要活得太软了 不然蒸出的面糕会塌陷 然后把我们处理好的红枣掉进来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后 再下手抓拌成团 要轻轻的转 不要把红枣抓破了 最后抓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然后用手揪出来一坨 给它攥紧式 整理的圆润一点 再用手指在中间戳一个洞 再转上几圈 给它整理成一个窝窝图的形状 像这样一个漂亮的年糕生胚就做好了 依次全部做好 全部做好之后 就应该摆放在蒸笼里 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用您发出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强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 然后凉水上锅 盖上盖子 水开之后蒸25分钟 时间到了打开盖子看看 哇 好漂亮呀 满屋子都是红枣的香甜味 稍微的放凉给它取出来 放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好看又好吃的红枣年糕就制作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不变形不塌险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掰开看一下 非常的软糯 里面加入了乌合的红枣 老婴孩子们吃着更放心 尝一下 软糯香甜又劲道 真的是太好吃了 在年夜饭的餐桌上 来上这么一盘红色年糕 好看好吃又吉祥 寓意好 年糕寓意年年糕 用来招待客人也有面子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就专业收藏起来 过年的时候 做给家人尝尝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哦 感谢您的支持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影片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